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你會很熱 所以因為一個和平電塔的倒塌 造成一個限電 其實不是我們熱而已 重點是很多的工業用電 會被限電 會造成產業的一個影響 這是我們大家非常非常關心的 首先為您邀請第一位 是我們的賴憲鎮先生 還有一位是世聰 還有青煌 大家好 另外一位他雖然沒有當立委 但是他還是非常關心 是我們的羅淑磊 羅委員 你好 大家好 還有一位是黃世修先生 他是何能留言終結者創辦人 謝謝 我首先要問一下 你知道嗎 我們的很多工作人員 是要騎木垃圾上班的 他說 姐 38度 你知道我們騎機車的人 在外面走是幾度嗎 是 體感溫度可能要到40度了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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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濕度將近60 38再加6 都40幾度 我那天要去永康街吃個飯 結果在永康街走來走去 每一家的那個熱潮的那個 都要抽出來 那個熱風 我覺得永康街那天 應該不是只有38度 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世聰 到底這個限電 現在的一個邏輯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的氣溫真的熱到 讓人家無法接受的這個狀況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晚上才刮沙 整個脖子後面都是沙 因為實在天氣太熱 然後到很多公共場所的話 其實現在的冷氣也不夠強 所以真的是很熱很熱的一個狀況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為什麼人民會開始覺得說 這個好像跟這個政府 當初跟我的承諾不太一樣 我們給大家講一下 像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 蔡英文總統還在選舉的這個階段 她就說 這個保證未來不會缺電 因為她當時的說法是說 因為過去國民黨的七年執政 沒有好好的發展 所以導致這個限電的危機 她當時跟七大公共團體這樣保證 另外一個在去年當選之後 她是說在 因為我們去年底電影法通過 她說電影法通過之後 不會讓人民在缺電跟核電中間 二選一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因為今年剛好碰到很多不幸的災害 譬如說像泥沙颱風 侵襲台灣 導致這個和平電廠出現一個 這個電塔倒閉的 倒塌的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包括說 像台中火力發電 因為發電發了太多的狀況之下 導致它出現一個破管的情形 使得說我們整體的這個 備載容量只有到達1.7%左右 甚至在這個禮拜 連續亮個五個紅燈 就是隨時都要限電 當然在政府的這個想法裡面 第一招就是讓公務門 開始就是說不要開冷氣 它1點到3點 所以才會有最近很多人 到這個工部門去洽工的時候 說中午的時段真的是熱到爆 整個民眾大汗 大顆汗 四顆汗 辦事人員也是這個樣子 那還不只這樣 譬如說像在台電大樓 因為台電大樓 新台電大樓它外面有整個玻璃帷幕 整個玻璃帷幕 1點到3點不能開冷氣 整個他說台電大樓員工 本身人員都是熱到 大家都已經不想待在那裡面了 所以就是說很多 甚至公務人員就說 我要跟這個勞工局檢舉 就是說給我一個危險的 這個工作環境 甚至有立委就是說 這個可能會 鬧出人命的這個狀況 那還不只這樣 可能這個不開冷氣 還影響到我們飛安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空軍的飛官 他們每一次執勤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回來就是要好好的休息 結果你要跟他說 1點到3點不能夠開冷氣 說我在待命室裡面 我都還沒上飛機 飛機上面也是很熱 結果在裡面的話更熱 他就受不了 所以他就抗命 他說我還是要開冷氣 不然我就不要上飛機 我覺得現在的確 因為這個命令 導致很多民眾 這個民怨士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說 我們政府不能一妹子 只是說 我們現在只是說 關冷氣來這個 讓大家節約用電 想想辦法 因為不只是民眾 在看你怎麼去應對這些 所謂限電的危機 就連很多工商團體都在看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一波的 因為現在已經解除了工部門 不能開冷氣的限令 但是我覺得這個危機 其實還沒有過 我覺得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我覺得比較荒謬的是說 聽說我們的經濟部長 在這幾天 他的辦公室變成是電力調都市 因為我看他隨時就掌控說 台電現在發電的狀況怎麼樣 用電量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一個經濟部長 他沒有辦法好好在管我們經濟的政策 他要再管這個台電的電力調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情形 這個荒謬情形 也不是只有這一件 對不對 我們這個一樣一樣來討論 我們的電力政策是怎麼樣 先問一下這個憲政兄 聽說你有一些可以省電的一個方法 除了我這把扇子之外 對 一般來講 窮人有窮人的一個變通方法 第一個 心靜自然良 謝謝 請回座 但是我們心都靜不下來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心中小路都每天都亂撞 所以現在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做鹽水冰 就是冰裡面加鹽巴 然後放著結凍以後 因為鹽巴可以讓冰的 溶解的速度減慢 另外的話就是直接買冰塊 然後加鹽巴上去 第一個 他可以急速的把那個冰的 冰現在是零度 可以急速 如果密封的話 可以急速降到零下三十度 然後要幹嘛 吃他嗎 不是啊 就利用電動扇 然後把它吹一下 吹一下 然後你在整個 比如說我們人在客廳 那這樣一個的話 客廳就夠了 那你沒有不要對的冰塊吹 我看這邊的 比較不會涼 有比較涼 沒有 我們這裡有冷氣 我們這裡有冷氣 沒有 你這樣我就已經覺得 這樣風比較涼 一定有比較涼 有 沒有 你 我不曉得你沒有吃過 以前在那個 士林有那種叫做搖搖冰 有 搖擺冰就是外面 在中端放棚角 一大 trash裡濾濾 han越現在都把它蓬起來 蓬起來 馬上急速降到三四十度 然後堂水就放在裡面 一直搖搖搖搖 就變成那個綿綿冰搖搖 冰 所以其實有時候也可以自己自製 來這樣的搖搖冰 C就是跟我們自己在電 villa前面 弄一盆冰 然後再放鹽就對了 那真正的改善那個房屋裡面的溫度下降 膝塞的房子 很多的落地窗戶 一定要去加窗簾 買一個很簡單的窗簾 那這個就是國外的孟加拉 孟加拉國家有百分之七十的住在鐵皮屋 那他們坦白講很窮 我們的國民稅 所得是孟加拉過了 我們現在要跟孟加拉學就對了 沒有 我們確定的狀況 沒關係 攤山之死可以說錯 人家有一個公司 就用一個很大 這個差不多十塊大 然後用很多的那個寶特瓶 然後把它切一半 然後挖一個洞 然後就把它弄過來 然後就放在窗戶外面 那窗戶外面 外面就是有熱風嘛 對不對 熱風一進來以後 裡面的風降五度 為什麼 來 這很簡單 大家都不相信對不對 你如果張開嘴巴 哈氣是熱氣 你如果縮小嘴巴 呼氣是冷氣 不然你試看看 熱氣 然後 欸 對不對 同樣是你嘴巴的氣啊 熱氣變冷氣啊 看看水就變冷 對 因為那個空氣一進來以後 在這邊產生碰撞 碰撞以後 弄過去以後 它的那個溫度就急速下降 那我們就有一個電視台的記者 就用一個這樣的一個盒子 去做一個試驗 那試驗以後 真的有效喔 就這邊風一吹進去 然後一分鐘以後 然後給它 度數馬上降一度 測這邊的溫度 對 降一度 那有人說怎麼 那你不是說降五度嗎 它怎麼降一度 因為這是密閉空間 如果這邊是一個很大 五平六平的話 那它會產生氣流 產生氣流的話就不一樣 如果這麼熱的天 我們不可以降的打個問 我們要把打個問都倒這個就對了 這倒了真的有效 原本這裡有兩萬五千的家庭 都在賜 我不相信說兩萬五 他們都覺得沒效沒效都在賜 這是一個公司做的喔 所以其實這是可以給我們參考一下 我們雖然國民所得比人比較高 如果我們的用電的窘迫 是相同樣的就對了 是啊 所以後來的堂房都這樣就對了 對 好恐怖喔 我們來看一下 2014年我們還有14% 到了2017年 今年是7.8% 你就已經要賣給媽了 我跟你說 明年你最好出國 因為明年唇5.1% 明年是最恐怖的 不知道為什麼明年會這麼恐怖 是因為我們的什麼理由什麼原因嗎 所以如果今年 我們是勉強度過這個缺電危機 明年就是真正的恐怖了 世修為什麼明年會那麼恐怖 其實我們可以從圖上看起來 我們的備用容量率從2014年 就一直逐漸的下降 明年還有今年跟明年為什麼會特別的慘 是因為我們這兩年會有比較多的 大型的火力機組要退役 尤其再加上我們的合一合二 有兩部機組 都因為長期的政治性停機 所以我們的備用容量率就會越來越低 而我們的法定的備用容量率 其實是15% 可是各位觀眾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從2014年開始 我們的備用容量率 就已經跌破了15% 所以就導致為什麼說 這一次自從颱風吹垮了 這個和平電塔 當然政府官方的說法說 這是輸電的問題 這不是缺電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奇怪 和平電廠它其實只佔4%的電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們的備用容量率 還維持在法定的15%的標準 其實我們少了這4% 我們還是可以應付得過去 現在政府的說法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輸電的問題 等到電塔修好了 我們就不缺電了 所以我們其實絕對沒有缺電的問題 我們不會承認我們政府是缺電的 我就打一個比方 就是好像說 我有一個人我戶頭沒有現金 我每天去銀行跑3點半 把錢嘎進去 否則我的支票就要跳票了 今天我可能因為路上今天可能計程車 在路上塞車 所以趕不及 然後所以那個支票跳票了 然後我跟明年大家說 這個其實是交通的問題 這絕對不是我戶頭缺錢的問題 我覺得這邏輯很荒謬 你擺明就是缺錢 你不要去把它怪在說 好像是運輸的問題 好像是輸電的問題 不是 它其實是一個長期 根本性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北部的電廠 嚴重的不足 而且這個情況在明年 會更加的遠距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 其他的那個備用的那個 沒有在運作對不對 對 包括了核一二的兩部機組 還有包括了好幾台的 舊的火力機組 為什麼大家這麼認真的 一點到三點都沒有關 都關冷氣這樣 我們對電有沒有幫助 應該有很大的幫助吧 我認為是完全沒有幫助 我覺得這從頭到尾 是一個很愚蠢的決策 他們要公務員 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關冷氣 好 那這個政策 一宣布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做一個粗估 我就說我們現在那個 家裡那種便秤冷氣 一台大概是2000瓦 我們就假設政府總共有20個部門 每個部門有100台冷氣 你看10層樓 每層樓10台很多了 這樣沉下來 大概在尖峰時段 你大概可以省掉 400萬瓦的功率 400萬瓦你聽起來好像很多 對不對 但我告訴你 我們的尖峰的用電是 36000百萬瓦 所以4除以36000 那只有0.01% 所以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所以我從頭到尾覺得 他這是一個很愚蠢的一個政策 那我想問一下青黃 就是說除了我們的一個不舒服 因為要限電到時候 因為有可能調高電費 我們冷氣就少開一點 大概比較熱一點 這都還可以過得去 問題是會影響我們的經濟 會影響我們的工業 這是什麼 什麼樣的邏輯 沒錯缺電的問題 其實對產業的影響是最大的 因為有一個人 就曾經講過這麼一句話 叫做 他說我不怕紅色工業電 但是我只怕台灣大缺電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就是台積電的董事長張忠謀 張忠謀是在什麼時候 他都講這一句話的你知道嗎 是在2015年的時候 兩年前他就講過這句話 他說我們台積電 不怕紅色工業電的競爭 但是我們就怕台灣大缺電的危機 為什麼他會這麼講 你知道張忠謀在當時 就曾經很準的預言說 台灣在2017年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缺電的問題 為什麼他當時就知道 因為他有預估 他有算過 我們想說 為什麼今天張忠謀會這麼講 是因為他到底有算 為什麼台電不知道 沒有 其實他是根據台電的數據 台電每年都會是他這樣的預估 人家兩年前就知道了 所以台電10年前就知道 而且10年前就警告過了 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台積電他是做 我們知道他是做晶圓代工的 晶圓的製程 半導體的製程裡面 他是一貫化作業 也就是說從開始做 然後到做出來 中間有一段時間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只要有什麼 有任何一秒鐘的停電 對不起 整個你的手頭下去通通都報銷 全部就通通怎麼樣 就不能用了 那這樣的狀況 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有發生過 因為921的時候 曾經就停電過 那時候園區的損失損失幾十億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一停電的時候 這整個晶圓製作過程 他整個這個料通通都報銷 不能用了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張宗謀那時候也講過 就是說當他講說 有缺電危機的時候 他有說就是整個台積電 一分鐘都不能夠缺電 但其實真的狀況是 連一秒鐘他都不可以缺電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對台積電來說 他會很怕就是說 發生停電 那他要投資新的廠 他怎麼敢 這就是關鍵問題所在 就是說今天對台積電來說 不可以容忍缺電 跟這種停電的狀況 所以台積電他們自己 這幾天有講就是說 對於那種中短期的 就是說比較短時間的 我們自己可以自備發電機 台積電自己還要自備發電機 可是你如果是結構性問題 真的會導致這個沒有 他沒有電可以用 或是發現停電的狀況的話 這對他會有很大的衝擊 好 我們講一個數字好了 台積電各廠 目前在全台灣的這個用電量 佔我們全台幾%你知道嗎 佔3.7% 每天他各廠加起來要110萬千瓦 你知道這個數字 因為我們知道台積電 他還要再蓋新的廠 他以後會有10奈米的 要不要廠 要廠 7奈米要不要廠 要廠 5奈米要不要廠 也要廠 然後3奈米要不要廠 也要廠 當到未來的10年內 他估計他的虛電量 會從110萬千瓦 成長到210萬千瓦 這個數字等於成長快一倍 所以也就是說 台積電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紅色供應鏈不怕 一粒一修也不怕 就怕沒電 對 就怕沒有電 而且如果他因為電要出走的話 對台灣的整個研發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業的一個集中 或者是競爭力是有影響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剛剛講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政府因為不要核能 對不對 核能在我們目前發電比重 大概13%左右 所以你這13% 是不是他說要用綠能去替換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個思維 這個邏輯 是建立在這個所謂的電力的替換上面而已 可是對台積電來說 你那個發電量沒有改變 台積電需要的是說 告訴你說我用電量在成長 我用電量還會成長 那照理說你台灣的整個發電量 也需要成長才對 所以他們會擔心這個怎麼講 電不夠用不是沒有原因的 好 那今天就有人講就是說 台積電假使真的因為說缺電的問題 它出走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台積電在台灣的科技業跟半導體業裡面 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是 因為它有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這個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台灣的IC設計公司 跟台灣的其他科技業者 在科學園區裡面 跟台積電的主管 只要到園區生活館去開個會吃個飯 很多事情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然後連結最新的技術 做出最新的產品出來 但是如果今天台積電的3奈米 它真的走的的話 對不起你以後要到那裡去跟他開會 你難道要到美國去跟他開會嗎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它對我們的產業 會有很大的影響 再加上電子業 在我們現在出口比重已經是4成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來自於半導體跟什麼 跟像IC設計業他們的貢獻 那你如果讓他們 一旦產生這麼根本性的 關鍵的結構的影響 你覺得對台灣的經濟衝擊大不大 當然很大 所以電這個大問題 是我們現在很多科技業裡面 很多業者心裡面 大家在忐忑不安掛在心裡面 那為什麼一個颱風一個電塔倒 就把台灣搞成這樣 因為我覺得台電 你不能這樣子不講真話 就像剛剛志修講的 你真實的原因要講出來 你現在這個限電 要說因為電塔倒了 電塔如果修好了 你還限電 那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一個颱風 把一個電塔催倒 就可以把整個台灣搞得烏煙瘴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長期以來 台電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會缺電 人來了 聽太多了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剛剛提到了 你假如一個電不夠的話 誰會來投資 你不要說台積電 張東謀是最愛台灣的一個人 他一直講我要跟流台灣 可是你現在變成說 你假如電不夠會讓他害怕 他一年 他所有的三米的奈米長 總共需要是110萬千瓦的那個電 那也就是等於是 台中火力發電廠 兩部機組所發的電 佔我們前台灣超3.7%的用電 他一秒 不要說一秒 0.1秒都不能停 他一停的話 他整個的供應鏈都出問題 包括他商業也 商域也會出問題 那所以 也因應了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大量投入幾乎9千多億 包括核市 包括核市場 總共花了9千多億 去蓋這些電廠 那蓋這些 蓋這些電廠 好你看 蓋這些電廠 我們看 假如說 與專攻火力發電 第一第二號基礎的 基礎的那個發電計畫 還有它的林口 還有深澳大林 這些電廠 假如說這些電廠都能夠如期完工的話 可以增加七千八百八十二點一千瓦 那什麼時候要完工 不是一百零二年 就一百一十一年 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八年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二年 有沒有如期完工 有沒有如期完工 所以現在是說台電 它的蓋電廠的一個沒有效力 管理出問題 那我們全民受苦 你今天大家都清楚 你一個核能電廠都開開蓋二十年 那你就知道說台電的效力在哪裡 那你尤其是這一次 你本來是講好說 我有三組發電機組 可以來當救援部隊 後來怎樣 就一步可以 所以你到底是怎樣 台電是不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 我們說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一天到我罵 罵說國民黨縱容台電 那個放縱台電 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民進黨罵 對 民進黨罵說 國民黨縱容台電 國民黨用了台電的這些領導階層的人 把人家罵得跟狗一樣 結果民進黨執政之後 有沒有把台電全部換掉 你現在民進黨執政以後 反而把那總經理高升變董事長 原來被罵成豬頭的現在變董事長 現在變董事長 所以你到底是說 整個的台電的整個管理基層的結構 不改變的話 那台灣永遠都是沒有辦法 你再蓋再多的電廠 再蓋多的那個都沒有用 那更嚴重的 我們知道前瞻計畫 前瞻計畫照講是說 你民進黨你在執政之前 你高喊的是說我都不會缺電 我們店一定沒問題 那我要發展綠能產業 我2025年一定要變成廢核家園 前瞻計畫裡面 花在綠能產業的錢有多少 花在綠能產業的比例佔很少 200多億 才200多億 那最嚴重是哪裡 他真的他自己所有的前瞻計畫裡面 都是做輕軌計畫 那輕軌是什麼 用電 用電最多了 所以你在幹嘛 所以你在幹嘛呢 所以要換政府嗎 應該要換 好 我們待會兒回來告訴你 在美國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裡面 他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人工貴 但是他有一個利多點 就是他的水跟電很便宜 那所以企業會考慮 我人工帳一點 可是水電穩定又便宜的話 他會去衡量 所以這個水跟電 才是吸引這個投資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待會兒回來 國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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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問一下這個世聰 這個工種直言 缺電影響企業投資議員 是 沒錯 我覺得對企業界來講的話 水電是他們基礎的建設 所以這個很多 我們看這幾天的話 像賴正義他就說 要解決25K的問題 要先解決缺電的問題 因為你讓企業沒有投資 你怎麼解決低薪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講的某些層面來說 是非常有道理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現在不只缺電 我們知道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台水未來可能要漲電價 漲水費 因為未來在這個枯水的地區 或是缺水地區 他可能要把水費也往上漲 所以你看台灣未來可能面臨到 是一個缺電 但是水費會大漲的這個狀況 你看很多企業家的眼裡的話 他會覺得怎麼樣 我就乾脆到別的地方去投資 所以為什麼今年有很多 我們國內大企業去美國投資 像我們知道夜聯 這個藝聯就是說鋼鐵廠 因為鋼鐵廠是需要水跟電 非常多的 所以他到美國去投資 非常有道理 另外一個台塑石化 台塑為什麼要在那邊投資 因為石化廠也是 用電用水非常大的 為什麼鴻海郭台銘 去那邊投資面板廠 因為面板廠也是缺 用電用水非常多的這樣一個地方 美國的電到底多便宜 美國的電的話 他們是因為他們各州的電 是不太一樣的這個電價 因為他們這幾年開發出 非常多的頁岩油氣 還有天然氣 所以因為天然氣是 他們在美國天然氣價格很低 所以他們用天然氣去燃燒的話 火力發電價格便宜 非常便宜 所以現在在美國的電的話 是比大陸便宜非常多 我們給他 我們剛才講 也比台灣便宜 我們剛才講到 除了台灣的企業去的話 你看中國大陸企業也去了 包括說服藥玻璃 江南化仙 太陽紙葉 還有天原紡織 很多這個尤其是石化 鋼鐵 造紙 這些比較傳統用電量很大的 包括面板廠 半導體廠都去了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水跟電的便宜 會變成是一種 把全世界的 尤其這種 在很多地方 被視為高耗能的產業 他就願意到美國去投資 這會對美國 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我們講到說 台灣當真的沒有解決的方案嗎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電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如同世修講的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問題 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要蓋新的電廠 或是新的供給 可能找不到 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現在政府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 跟環團走得非常近 所以他可能環團 對他的影響力非常大 但是某種程度來說 這個也變成他很大的包袱 我們講 譬如說我們現在說 我們這個非核家園裡面的話 這個燃天然氣的比重要提升 好 那燃天然氣的話 我們要蓋儲存草 不然的話 我們國內又沒有天然氣 我們一定要蓋儲存草 但是我們要蓋儲存草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關塘 桃園地區要蓋一個儲存草 環團就說不行 因為這個地方有這個珊瑚 保育類的珊瑚 你不能在這個地方蓋 不行 所以完全連動工都不能動工 另外一個 我們要發展風力發電 像林泉院長有說 我們這個離岸風電 要占最大的比重 未來我們替代能源 就要靠離岸風電 但是你知道離岸風電發展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我們現在離岸風電蓋在海外的時候 海外有保育的問題 海外還沒有人住 海外有很多 你破壞海底生態 你這樣蓋下去的時候 整個海底生態無法富裕 另外一個 你會影響到當地的漁民 因為漁民那個地方是他們的漁場 你會影響到 所以他們前一陣子 其實在彰化才開過一個說明會 當地的漁民 當地的環團 全部都反對 所以沒辦法蓋 所以這邊人是說 你現在沒有辦法跟這個環團 取得一個折衷的方案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德國 丹麥跟英國 他們是全世界風力發電最多的國家 你說德國 英國 丹麥 他們沒有環保團體 有 但是他們可以跟環團達成一個協議 譬如說 我用一個對環境影響最小的方法 我去蓋這個離岸風力發電 譬如說我避開傳統的漁場 或者是說我跟漁民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 然後譬如說我避開這個譬如保育類的動物的生殖期 或是什麼期 就是說你的這個發電廠的設立要更細膩 對 你不可以用很粗魯的方式去蓋 對 但是也不是零跟一 因為現在台灣的問題就是環團說了 不行就是不行 那就是沒有了 我覺得可能政府要好好想想 你怎麼去跟環團達成一個折衷之道 就是既可以蓋 然後又可以跟這個環團交代過去 否則這樣的話 我覺得台灣根本沒有電力 台灣其實應該有可以做的 因為我們有東北季風很強 對不對 風力發電 而且你知道你去屏東去曬曬看 那個太陽 那個根本不用說要洗澡水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台北 我們大概三四點 中午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腳湯 大腳湯有沒有 就這個水放在那裡 晚上就用那個水洗 就是溫的了 這是我們最傳統的一種節能的方式 像我們現在根本那個洗澡 根本也不用熱水器 因為你現在太陽太熱了 你那水塔在屋頂 幾乎每天到晚上的時候 那水都很熱 太熱了 所以就是南部那麼多農田 不是有要做那種什麼的太陽能發電嗎 清皇 對 那個就是重電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反正政府說 這不要核呢 那你要用所謂的綠能 講到綠能就會想到什麼 太陽能跟風力發電 那所以在太陽能這一塊 大家就想說用重電的方式 反正很多農地你可以重電 那時候提出來很好的想法是說 這個農地上面我搭一個棚架 棚架搭起來之後 棚架上面鋪滿了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然後那個什麼 台電還跟你保證收購20年 而且用的費率也很好 用的費率是一度電 是5.7378塊 然後下面 每年的投報率5%到6% 這麼高的投報率很多人願意的 對 上面是太陽能板賺電費 下面要幹嘛 下面農地還是你要種農作物 然後你在賺農作物銷售的錢 所以它是一個想得很好的方案 上面賣電 然後下面賣農作物 那看起來好像很好賺對不對 那按照他們的規劃想法 我們舉個比較具體的數字來說好了 一分地 你要的太陽能設備大概是782萬 然後你一年 就用所謂的這個鈍售費率 每度電大概5.7378塊來算的話 用這樣去算 一年你大概可以有71.9萬的收入 所以其實你蓋下去 靠電的部分 你大概差不多還是要10年左右 才會回本 可是問題出在哪邊你知道嗎 問題出在說 很多業者下去直接做了之後 發現最大的問題是出在下面 農作物的部分 你上面鋪太陽能板 所以你會發現下面透光的比例很低 只能種酒黃 所以你全日造的那些農作物 變成你不能種 所以變成業者 現在有很多人是很頭痛 那下面要種什麼 那像我前一陣子遇到一個業者 他下面就是種香菇 那他確實也種得很成功 但是卻有更多的業者是怎麼樣 下面種農作物的狀況真的很不理想 那很不理想怎麼樣 大家就說你們這個是什麼 就是說你們這是假的那個什麼 假的那個農地農用的狀況 所以就要撤銷那個業者的造 所以我就聽到有業者抱怨什麼 他想辦法下面要種 然後他下面種的是山蘇 在南部的一個業者 那種山蘇 因為他其實他也在試驗說 怎麼樣把山蘇種起來 所以看起來種的狀況 還沒有很理想 但是有人檢舉他 檢舉他說 你這個很多區塊都沒有種 你這個農地沒有農用 那就他就遇到什麼狀況 政府要撤他的照 撤他的許可 就說你以後就不能做了 不能做 你知道對他來說有多傷 投下去兩三千萬的設備 你說跟銀行貸款 這些錢要不要還 還是要還 要還然後你現在突然說不能做了 他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種電這件事情 有很大問題是下面那個農地農用 然後你要怎麼讓他成功 這才是大問題 特別是什麼 下面那個農作物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根本沒什麼日照時間 所以即便種出農作物 成本也比一般來得高 所以變成你要賣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這麼好賣 所以下面那一塊 其實需要是政府下去輔導 而不是你一下子就直接取消 那個業者的照 不是我們現在的政府就是我小時候我爺爺說的 是鐵路的警察 下一句 什麼意思 叫這一段不管那一段 鐵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爺爺這樣講 也可能鐵路警察局是這樣 鐵路是分那個北東 所以像剛才羅委員講 台電的這個一些政策 其實是能源局 對不對 也一起的 對不對 所以能源局跟台電是怎樣 不認識嗎 是不認識的 所以這裡面的問題你有沒有發現 下面農委會 上面能源局 你根本就應該要整體的 好好的做下來 因為我告訴你上行下效對不對 你上面的一個政策只要推 你下面他們人民自己會找一個方法 只要你這個邏輯是好的對不對 不管你沒有農地農業 所以全部都不准做 是嗎 可是這就是說你一開始就要講說 那底下可以種什麼 在這個發電板底下可以種什麼 那農委會可以告訴我們 未來會需要是什麼 那是哪一些作物是適合在這邊的 去做一個發展嗎 對不對 這個有趣在這個地方 他們在跟政府簽的時候 簽計畫的時候 會講說哪幾種作物你可以種 那可是常常業者的狀況是說 我按照這幾種去種了之後 我發現我還是種不起來 種不起來之後 我自己換個別的方式 看有沒有可以種得起來的作物 結果那個政府就說 你這個種的作物 不是跟我這個計畫裡面的 所以你這個照我就取消 因為我種不起來 我在跟你講說 我知道這個種不起來 你要幫我 就是我們可以種什麼 對不對 沒有 我講一個很匡謬的例子 像有一個德商 前一陣子把這個 我們台灣原本他發展風力 他就撤照 為什麼他撤照 他說一開始我設立這個風力發電的時候 因為當地有白海豚 他就說 當時農委會給我一個地圖 就是保育類 我避開這個地方 結果他今年要投資的時候 今年環保署出具一個新的 新的是畫的區域更大 他就想說 你同樣一個政府 你的農委會跟環保局 針對這個保育的土地 劃分就不一樣 他說那我怎麼做 搞不好哪一天 又有一個新的地圖出來 風力發電跟白海豚 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在離岸 離岸的話 就蓋在這個 海豚的棲息地的所在地 所以你要避開那些區域 農委會一開始先出具一份 他就想說好 那我就避開 結果沒想到環保署出具一份新的 畫更大 他說那我完全就涵蓋這範圍裡面 我現在有空要看一下白海豚 我記得好多事情 都跟白海豚用的對不對 對 沒錯 說什麼白海豚會轉彎 會轉彎 對 那是國光石化 好 問一下士修 電價 電價的這個訂定跟我們的 因為可能說用電價太便宜 所以大家都不會捨不得 所以電就用很多 是這樣嗎 其實電價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剛才包括我們在做 再生能源的時候 我們都會談到價格的問題 那我們都說談錢商感情 那我們就互相傷害一下 過去其實很多人都在批評說 我們台灣的電價是太過便宜的 那這是2015年的數據 這數據比較舊 是因為這個其實是 台電去引用國際能源總署的數據 他要收集世界各國 所以他通常會晚個一兩年 我們看我們台灣的住宅用電 其實是一度兩塊八 供應用電一度兩塊七 我們台灣的電其實在全球排名 是前幾低的 那這麼低的電價 其實是來自於說 我們長久以來 我們靠的 包括我們核能發電 它一度電一塊錢 而且這一度電一塊錢 還是包含核廢料處理 跟核電廠處理的後端基金 燃煤也是一度電一塊錢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的電力 之所以可以這麼便宜 是因為我們的機載發電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過去國際燃料價格 還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可以維持 這麼低廉的電價 可是在馬政府跟扁政府的時期 其實有一段期間 國際燃料價格飆漲 漲到幾乎快兩倍 而那個時候 不管是陳水扁也好 還是馬英九也好 他們都不願意去得罪民生 有 馬英九有 油電雙漲 油電雙漲 被罵到湊頭對不對 所以後來也不敢繼續漲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台電 其實是每多賣一度電 就多虧一分錢 他們成本比售價還高 所以也導致了那個時候台電 其實累計了2000多億的虧損 當然因為這兩年 可能是我覺得 蔡政府也比較幸運 這兩年的國際燃料價格 油跟氣的價格都跌得很低 所以這兩年台電的發電的盈餘 其實是還滿多的 是有賺起來的 百億 百億元 所以但是變成說 現在又有一個政治壓力說 你台電有賺錢對不對 你應該要回饋給民眾 這不是你們台電 這是因為國際燃料便宜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對這一點 其實是不太滿意的 因為其實在兩年前 我們有通過一個叫做電價公示 電價公示 其實它已經反映了 國際燃料價格的漲跌 你該漲就漲 該跌就跌 可是它同時設立了一個叫做 電價審議委員會 所以每年有兩次 經濟部會召開這個電價審議 而這些電價審議的委員 我覺得他們也是有一些政治取向 他們也不願意去得罪民生 所以他們也都是動漲電價 所以你就看到我們台灣的電價 長期以來 就一直都是維持在非常低電水準 這個有利有弊 像剛才他也講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水電都很便宜 或許企業會願意來投資 可是根本性上問題還是說 如果我們電力不穩 你再便宜也沒有用 好 問一下羅委員 就是說其實你看有風力 有太陽能 這些台電都不去發展 為什麼 你看 其實說台灣的電價低 其實台灣的工業用電也不低 為什麼今天美國可以吸引 那麼多大企業去 因為美國比我們低 你看它2塊1 我們2塊7 工業用電 所以美國比我們低 難道美國的電廠都虧本虧很多嗎 也沒有 其實剛剛提到說台電這幾年來 累積虧損2000億 可是民運電廠賺多少 民運電廠賺2000億 你把這10幾年來 你給它加起來看看 而且有些財報還隱藏起來 那些民運電廠 本來有些還有公開發行 那它有公開發行的話 它我們還可以去網路去查它的 賺錢的情形 後來我把它揭發出來說 他們賺多少錢以後 有些就撤銷公開發行 所以你現在連它的財報 你都看不到 那台電本身 它自己為什麼這幾年來 拼命蓋這個電廠 那還有 而且忽略了我們 等於是台灣的寶 我們的風力 我們的水力 還有我們的太陽能 我們太陽能的光電 滿是外銷全世界第二名 那為什麼 我們自己不用我們的寶貝呢 為什麼 我那時候開玩笑講 我說因為這 那個風 水跟電 不會給回扣 對不對 所以就是很奇怪 你為什麼長期 他的意思是什麼 風 水 太陽 不會給回扣 對啊 因為你蓋其他的電廠 有回扣 工程回扣 什麼回扣 天然氣那個有回扣 對 回扣都是這樣 天然氣沒 你要採買一些原料 採買原料 像之前不是台電 曾經發生過一件 這個有人去偷他的文件嗎 對 我是覺得 不是啊 你告訴我們 你這幾年來 現成的這些為什麼不用 對 你這幾年來 你到底你在發展這個熱能產業 你花多少錢 那我們要講說 像我們台灣其實有很多 你有政府機關的辦公大樓 甚至有些人他住山上 他有別墅 那個 其實你應該是鼓勵 甚至於補貼他們去裝太陽能光電板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假如自己住家 要去申請說 我家要用太陽能光電板的話 跟那個什麼炎能局申請 能源局 能源局 申請 是百般刁難 因為我自己在立法院裡面 我以前根本不懂得說 什麼要什麼電 什麼神 什麼那個 可是來到立法院裡面 看到很多資料 我們要接受地球只有這一個 台灣是我們的寶島 我們真的應該要好好的來愛惜 這塊土地 所以我也想 我家裡去裝太陽能光電板 我是立法委員 我那時候還在 還是立法委員 我要申請 那時候告訴我說 要什麼 要股份有線公司才能申請 你個人還不准 所以我們很多設計 我現在不能講 不然到時候你要去檢舉他 很多根本 我根本就自己裝了 那裡面有很多 我們的設計裡面 有很多牢外 牢外幾乎都是裝太陽能 那你為什麼政府 你與其花 鼓勵全民來做這個事情 你與其花7千多億 去做那個前瞻計畫 你為什麼不去補助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其實有很多他辦公大樓 他也可以裝 白天上班 最起碼你用太陽能 還可以供應那個人 沒有冷氣的對不對 政府機關可以帶頭去裝 蔡英文身邊沒有一個王岐山 可以幫他打攤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整個的一個政府 你的發展 因為尤其是蔡英文政府 你2025年你要揮核家園 你應該是說你準備好了 那在哪裡 好 各位現在 可不可以觀眾朋友 把你的那個電費單拿出來 我先進個廣告 然後你去把電費單拿出來 我告訴你 電費單有一句話是沒 就知道你們家可以用限電模 所以美人現在進廣告 你可以拿電費單 你拿到之後我們再開始講 好不好 快去拿電費單 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電費單拿好了嗎 來 我們請世聰哥 我們看一下 各位 你的電費單來看好 這裡有一項 就是你這個 有這個條碼條碼 這有的嗎 這條會比較有一項 我們用這個螢光筆把它圈起來 這個地方 你如果有輪流停電主別 你如果是F的喔 F喔 我好清楚 這裡有什麼F的喔 F 我們民生用電一般來說的話 你會有A B C D E F 有六個主別 那你看主別的話 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就是說假設今天要限電的話 是由C D E F 這四個組開始先限電 也就是說C開始 那C的話假設這次要這個C C先這個節電50分鐘 那就緊接的是D50分鐘 這樣子輪流下去 也就是說他要省多少 由這四個組先開始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你是C D E F 你可能是優先 會有可能會被限電的 這個輪流限電的這個狀況 那A跟B呢 A跟B就是說有緊急狀況 假設說因為C D E F 已經限電了 結果又緊急又跳電了 跳電的話 那就A跟B會進入所謂的 緊急的限電區 這個是A跟B 那另外我們電費還有一個 H I J三個族群 H的話是國防 交通 醫院 或是說像這個政府集團 那個我們用不到 H I是這個特高壓的電戶 然後J是這個電廠旁邊 不關我們的事 對 沒錯 阿瑞我們的觀眾朋友 是會拿到C D A B C D E F 如果是C D E F 就優先 你也可以用限電 對 優先 如果要限電的話是優先限電 A跟B A跟B是緊急限電 AB是在什麼區域 AB不一定 因為這一張的用電戶 是在台北市 現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區 它是被列在F 那像我 你們家的電費 如果是A跟B 記得在網路留言一下 讓我們知道你是哪一區 像我本身 這麼高級 我本身是在 我住在新北市的板橋 板橋就是B 對 那剛才憲哥說他們家是 加F 他們家是在台北市 中山區 所以不是北市北縣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天龍果都AB 不是 他們有台電 他們本身的這個 蘇配電的邏輯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們講說這一次 到底台灣會不會限電 我們都很不希望遇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過去台灣的確有發生過 很多次的限電 我們先講第一次 是在1991年到1995年 因為那時候的電廠蓋的不夠 所以台灣曾經出現過 輪流限電四年的這個狀況 後來我們記得很清楚 729的大停電 那一次的這個 這個台南佐鎮電廠的 這個電塔的一個大倒塌 結果你知道那一次的倒塌 我們國內光是足科 損失就高達100億以上 另外一個 而且我記得這個 這個電的一個停電 全世界關心 對 沒錯 因為台灣只要停電 因為當時是全世界供應 很大的一個量 對 沒錯 像921也是一樣 921地震了之後 全世界的股市 還出現一個重挫的局面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說 我們的新竹科學園區 那些台積電的問題 另外一個你看 2004年的時候 竹科還出現一個大跳電 結果那次跳電 他只有跳電10分鐘 停電10分鐘 結果你看 損失高達15億新台幣 所以我就講 限電 跳電 這個對廠商的影響都非常非常大 如果政府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廠商當然 將本求力的狀況之下 我當然一定要出走 是 那我們想看一下 韓國是什麼樣的邏輯 他可以把一個核電廠關掉 而不用限電 對 那最主要的一個起源 就是311大地震 他看到這個日本的一個浮島之後 他擔心萬一有一天 如果發生在韓國的話 那韓國可能一片漆黑 那第二個就是2011年的時候 他們真的停過電 首爾停過電 有一百六十二萬戶呢 曾經沒有電 所以在2012年呢 這個韓國的所有的市長呢 蒲元淳呢 他就喊出了 他希望要減少一座核能電廠的整個 一年的發電量 要減少他的發電 那結果他花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 這個口號我們也很會喊啊 我們喊得比他更兇 那我們來看他怎麼做到的 好 那他的十大策略裡面 第一個太陽能板 第二個清燃料的電池站 第三個鼓勵汽車工程 清燃料就是汽車嘛 對 汽車工程 用氫電池那個 對對對 那另外汽車工程就是說 減少那個開車開出來的一個時間 另外的話都市的空間重新設計 包括很多新的大樓 還有像醫院 他利用一些再生能源 利用廢水等等去降低他的一個使用量 另外他也用一些補貼 比如說家庭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過去的白色燈 過去的日光燈 那現在改成LED燈等等 結果他兩年的時間 就真的把一座的核能電廠的一個電量 減掉了 那你會發現很奇怪 是不是他的鼓勵有效 他的再生能源 是不是充分的一個去替代 結果沒有耶 他再生能源才13% 對 那另外的話 節衛能源就44% 那節衛能源就是省電嘛 大家共同來省電 那省電的方法 包括我們家裡 我們講的一些 減少離風 監風的一個替代等等 那最主要我覺得 它提升能源的效率 這個部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最主要還是什麼 還是用獎勵的方式 就是說用鼓勵 用補貼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台灣也喊了很久 很多的一個辦公室 過去幾乎都是日光燈 那現在給他留意在那裡 問題是你政府要把新興補助 他也沒要給你 那沒要給你 大家就趕快 沒人要趕快 因為平衛比較上 你如果多少有一點補助 至少有一個誘因出來 那現在他們又喊了 要減少兩座 他們2017人又喊 再減少一座 他希望到2020年的時候 減少一座 那目前來講 所有的一個 他的自己的一個能源 自己率從2.8到最近 已經提高到4.5 他希望到2025年的時候 提高到20% 這是我們覺得 比較悲哀的地方 重點 這張錶的重點 有四個字 我帶你來看一下 就是這四個字 官民聯手 對 我們比較常常在台灣看到的 叫官商勾結 這樣就不一樣 還就不一樣 差兩隻 沒有差三隻 官民聯手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給 真的是願意做事的這些 文官的一些支持 可是我們現在看不到 因為這個 我們台灣的文官沒有骨氣 對 不是骨氣 就是他沒有那個 鬥志出來 對不對 其實韓國他還有一個政策 真的是讓他的店省很少 省得很多 因為韓國你知道他很冷 那冷的話他 那個冬天都要那個吹暖氣 所以他們就鼓勵 你比如說你有那個會水 你熱水 你假如有裝置那個回收 變成暖氣的話 那他們的話也是給你補助獎勵 那德國 德國做得更徹底 他說假如說你用那個地熱 或者是會水的熱 也就是說你去裝置 可以轉換成暖氣的話 他的電價可以減少那個 10%以上 這補貼你 對 所以你政府 你政府你就要獎勵 像韓國 我媳婦現在在韓國 他那個地板下面都有那個 地熱 冬天的時候沒你冷不著 是 適度 所以在設備上面 這個建築上面 對不對 做一些邏輯的一個處理 日本我們廣告回來講好不好 因為日本 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家公司 去幫日本蓋電廠 很成功 剛才台電換他好了 待會兒回來 好 我問一下親皇日本怎麼做 好 就是日本在311這個浮島核災之後 確實為了推動所謂慢慢掃用核電 他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比如說什麼呢 你知道他在鼓勵太陽怎麼做 我們有一家公司叫台達電 台達電就到日本兵庫縣赤穗這個地方 蓋了一座所謂的赤穗節能園區 然後你知道一度電 日本跟他買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度電可以賣40塊日幣 然後相當於十幾塊台幣 那在那個地方 他一年他還可以發電490萬度出來 那台達電可以幫日本蓋 台電為什麼不委託台達電 你要看他願不願用這個價格收購 兩家公司只差一個字 但還是不一樣 好 日本除了說像在太陽能方面努力 就要擴增這所謂太陽能電廠之外 日本另外推動一個所謂的富瓦特交易 那大家聽到富瓦特一定覺得很奇怪 這富瓦特是什麼東西 其實簡單的說 就是你家平常假設用電量 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他說你只要願意節電多少 比如說你要節電100度 然後這個富瓦特業者 他就會跟你買這100度的電 他就一度去看付你多少錢 那你想說這個業者 他付錢給你 比如說付給美人節了之後 那他是要去哪裡賺錢 那他平白無故掏錢出來嗎 當然不會 因為對這個業者來說 因為日本電業自由化之後 拆了好幾個項目 有那種所謂的在零售店的業者 那這種零售店業者 他在賣店的 他就跟你富瓦特業者買 買說你手上 接下來這些店要多少錢 我跟你買過來 買過來之後 他就再去賣給其他需要的人 然後他自己再去賺一手 所以他把這個變成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供應鏈的概念在裡面 電力的調度 變成我的店變成我的產品 對 那他就會有什麼狀況 我們一般在講說 要叫你節電節能的時候 這天氣就是這麼熱 我就是需要開冷氣 我怎麼節 可是現在反過來 我給你一個誘因 你多熱一下 多節一點電 你還有錢可以賺 其實我覺得台灣有時候是這樣子 有些人想真心做一些事情 真的